各位,大家好,又是我啊Anton Alam啊,今日,我会继续介绍任劍辉在1962年之后所主演过的粤语戏曲电影和时装片。 银俠太子黑食高御藏,1962年,罗承叫关,1962年,迪清五府平西,1962年,富贵荣华第一家,1962年。白帝承会妻,1962年,望夫亭,1962年,张义还妻,尚习,1962年,兰征闹闫府,1962年。 秦汉三道涉云陵,1962年,千里送皇姑,1962年,虎将增妻,1962年,春满帝皇家,1962年。 三告长,1962年,一流风雪夜归人,1962年,龙虎因仇龙奉沛,1962年,考奉侍郎心,1962年。 金凤银龙商挂岁,1962年,商太子妃道雁门关,1962年,百行孝遗仙,1962年,斬柴仔锋王,1962年。 龙虎陀佛合传,1962年,黄陵梅爱妻,1962年,金简奥瑞瑞银安殿,1962年,探花枯世藏元妻,1962年。 鬼合,1962年,张二还妻,下集大结局,1962年,妙策,1963年,南北冤央合,1963年。 欲龙太子出家,1963年,春风得意奉和名,1963年,白网闹龙公,1963年, 遗狼头断也心甜,1963年。 神合闹金链,1963年,天降复升,1963年,芬芳香艳喜迎春,1963年, 还我山河还我妻,1963年。 金锁时,1963年,五间雕妻,1963年。 藏元考破密封计,1963年,七首八碑观世音,1963年。 大城七彩片大集会,1963年,七彩宝莲灯,1963年。 一点零西化彩虹,1963年,血的龙奉杯,1963年。 智雄双剑合,1963年,雙鸿镇九州,1963年。 大合金湖炉,1963年。 风火恩仇十六年,1963年。 二郎神杨展,1963年。 半碧江山一美人,1964年。 花开富贵錦成春,1964年。 十二栏杆十二差,1964年。 血掌印,1964年。 春甕戚凤凰,1964年。 一彎眉月半寒襟,1964年。 红灵血,1964年。 金箭银龙,1964年。 兼承星马拍摄外景新闻特輯,1965年。 大红袍,1965年。 观音得道香花山大河寿,1966年。 最后,就是斥资过百万港元拍摄。 任劍辉的收山之作。 李后主,1968年。 各位,关于任劍辉的生平, 和他唱过的曲目和演出过的电影,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为止。 将来如果我们搜集到更多的资料, 我们会马上做片给大家看, 希望大家继续留意本台的出片。 以上的资料,如有错漏, 请多多包含指正。 大家如果喜欢这条片, 请给个like我们, 和分享这条片给你的朋友。 同时,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, 我们会陆续介绍其他老官和演员的资料 和大家分享。 请大家不要错过啊。 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,